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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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請那個管主委 請管主委 管主委 管主委 我們現在這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的一些鬆綁 人流物流 金流都鬆綁 那本來 原來我看的資料 這個白領 勞工要有兩年的 這個經驗 那現在也取消了不用了 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設這個自由經貿區 是在替人家解決 這個失業問題嗎 跟委員報告不是的 我們那個講的都是專業人士 他就對我們的經濟會 包括這些產業有幫助的 管主委 我們的交易的培訓出來的 這些白領人員 資格 他的能力不夠嗎 這不是 這是兩回事 欸 那他沒有工作經驗 你怎麼就肯定他有 這個專業場所 跟委員報告 如果他不好 他經驗不足 讓人家覺得不能用 人家不會顧他的 如果他來這邊是有企圖的 他來開一個公司 我們是這個這個 那個 那個 貿易協議裡面的20萬美金 就可以來這裡設公司了 那這樣子的 蛤 那你說 那你這個 這個規劃 你的最高主管 你大概是 沒有用工 20萬美金 20萬美金 在場還可以 給他提供意見 提供資料給他 是20萬美金喔 那這樣子 他專門售20萬美金的 個投資 然後引進他的白領 不用經驗 欸 他沒有來 我們這製作 他有生意嗎 這個 這個來這裡 資金區 設這個投資 裡面 都沒有資金 都沒有資金的規範 這個怎麼可以說是一個 自由經貿區呢 4萬區呢 最起碼廠商 它的資本要有一定的規範 那對台灣的經驗才有幫助啊 我整個看完了以後都沒有啊 沒有這個資金限制啊 都沒有規模啊 那隨隨便票 再加上這個 胡茂協議通過的話 20萬美金就 大批的中國人引進來 那他們那批 中國大陸白領這幾失業力 去年是600萬耶 是600萬的人數耶 那我們是等於是在替 中國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 這個 這樣子的資金區 有需要設嗎 我們設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要讓國內能夠有進步 讓人家有錢賺嘛 老百姓有錢賺嘛 結果你那個物流 連兩年的經驗都可以取消了 等於說練完書就可以過來了 這還是他有專長 騙鬼啊 跟委員報告 這個上面所謂 我們能夠設立的 按照我們的規定中間 它會要達到一定規模 以上的示範事業 你要規範出來啊 你沒有啊 你沒有規範出來啊 那這個授權辦法會規範一定規模 就會參考了這個 市段的規模 那你這個規模 你一定要 你這裡 會我們一定會好好把關 那你要規範多少 我問你 這個到時候又不會大家來討論 確認這件事情 你們不會 變成說我們那個 那個空白字票給你們 喔不會開 20萬美金你就可以說 喔我依據這個 規模協議 所以讓他們開的這個 這個條件 有啦有規範啦 是不是這樣子 報告委員 到時候設立的辦法中間 不可能會不 忽視委員的意見 包括立法院 其他委員的意見 我告訴你 白紙色黑你 還有總統在說的話 就跟美國都跳票了 我們對你們有信心呢 沒有信心啊 你白紙色黑你 甚至於白紙黑你也不信 那麼在白領這集 你這樣規範的話 對台灣的 這根本是一個傷害不是幫助 報告委員 我們既然叫自由經濟示範 當然希望在人流物流上 都能夠做到開放 讓廠商機會選擇 給他們這樣的方便 他們我們要過去的 在福茂協議裡面 他要審核 我們對他都沒有審核 我們的總點要過去要審核 我們會要審核 事實上我們現在台灣 去大陸的人很多 連我們那個白紙黑字 都沒有審核 都沒有 我請管主委 你把那個福茂協議裡面 訂個福茂協議回去看一看 真的 真的 連審核都沒有 這個資金器 又把你 物流的發送綁 人流的送綁 這倒是 觸同的啦 這觸同嗎 我們這是對全世界開放 委員為什麼認為 全世界只剩下中國大陸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如果這個資金器 開放了以後 其他的國家有興趣來 我覺得說 真的是 在騙這些傻傻 為什麼 其他還有比我們工資還便宜的地方啊 還有那個國家啊 我們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競爭的方式 從來就不是用工資 我們不是在競爭藍領勞工 所以跟委員講 這問題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的品牌 我們有幾個品牌拿得出去 這也是我們需要努力的地方 我告訴你這個品牌沒那麼簡單 那當然啦 你如果沒有相當的規模 你沒有規範說我要有資本而幾億的 這個企業進來做這個加工的話 有些屬於終端消費品 那個上面是 建立品牌 他要求 跟我們今天說 關鍵技術上的品牌 你辛苦後方又不對 你幹人都不知道的 我知道也有跟你說 都把台灣的中小企業 那種已經非常優質的產品 跟我們走出通路 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就挖起來了 不用你去挖中國 我們是越挖越衰 越挖越倒退 越挖越不會挖 不然的話六年啦 你們一直在拼經濟 我們也給你機會 FR也有你們簽 什麼條例也有你們簽 簽就不就了 簽不就了 但是還是問經濟 問經濟 還是呢 這個 就業市場 沒有啦 一直在 一直起不來 還有 物價 物價一直在高漲 一直在高漲 結果我們的政府在哪裡 這個資金區的農業生計這一塊 我查的資料 如果照你們這樣的話 這個 物流松吧 那麼 中國的農產品 靠我們最近 那 生產成品比台灣便宜 那這讓他們一進來的話 管主委 你評估 我們融合這一塊 一年要損失多少 跟委員報告 他是進到我們台灣來加工在出口 事實上是放大我們農業價值鏈 問題 問題是 他進來這邊 再來這邊加工以後 你還留10%給他留10%在國內生產 沒有這樣子的規定 另外 本來 農委會 本來 台灣才能進台灣 不能進還不讓進啊 我跟你說 我們本來有控制830萬 也是我們馬總統說 他這830萬 絕對有在台後 但是 這個收綁的話 這個都綁起來 他不進到台灣的市場 所以對台灣的市場 不會產生衝擊 但是 你們當初的規劃是說 10% 沒有 10%留在國內 這是跟物流有關的 不是那個農產品的10% 好 你說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但是現在這三分之一 原來在國內 種植收成的這些 加工原料 要賣給誰 還要賣給誰 他還是可以賣喔 問題 我可以賣 會是比較少的 政府我不賺 我還可以賣 他不賺 我是為什麼在國內買 那是不是整個農產品就收下來 那個價值收下來 我們的生產上面這麼多 所以我們還用各的方法 處理我們農業 能夠更加發展起來 不只是關在那邊,農業只會縮小 我講,紅豆怎麼做的你就不知道啦 土豆怎麼收成的你就不知道啦 如果土豆我會請教我們農委會陳主委 你就要做這種開放規劃? 報告委員,剛剛很多委員都說開放都是贊成的 問題是說,你就沒有規劃嘛,你就沒有規劃嘛,你太夠膽了嘛 委員覺得我們處理的不夠好,我們會繼續改進 沒有啦,你真正說有才有信心 來,我再問你啦,今天報紙報的啦 超日啦,中國的超日太陽板 付不去公司債利息 他們的影子銀行 一些這些危機啊,地方債啊 這個,聽說,有這個 好幾十億,好幾十兆喔,好幾十兆喔 我也聽說了 你也聽說對不對 那麼我們緊密的 一起的話 我跟你說,我們會讓他大歲 商業行為有商業市場的規律來處理 不是啦,你們要稍微考慮一下 我們都有考慮 動畫要留在那裡啦 會 不要把台灣撞去那裡,在那裡送肉吃好了 好,謝謝委員 來,謝謝了 我們